全球晶片荒 美国和日本都将确保半导体供应链 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次 进美国之后 台积电也证实即将前进日本 那么除了Made in Japan这个招牌之外 日本是靠什么来吸引台积电的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新厂会落脚在哪里呢 预定是在穷本县的 局洋艇和Sony当邻居 总投资额一兆日元 大约是2500亿的台币 传出呢 那Sony集团以及Toyota旗下的 汽车晶片公司日本电装呢 也会出资参与 再来呢 这里规划的是22奈米 以及28奈米的特殊制程 预计2024年就可以投入量产咯 对于吸引台积电来日本设厂 日本政府呢 可以说是端出了牛肉 非常的大方 他说你来我们帮你出一半 也就是5000亿日元 大约是1200多亿的台币 那日本政府 对于海外企业这么理喻呢 其实也是头一遭 连土地呢 都是Sony集团先帮忙物色准备好的 那为什么要选择落脚熊本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有丰富的水资源 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的生产呢 是离不开非常大量的水 第二个原因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熊本就位在九州的中心 交通便利 第三个原因 美国加州有矽谷 而日本有一座矽岛 没有错 那就是九州 在这里聚集了非常多的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来到这里 这里呢 也可以和这个上下游的厂商关系更加的紧密 那说不定未来说到熊本 就不只是熊本熊了 还可能是日本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台湾 以及日本网友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台积电去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 是5奈米的先进制程 但是来到日本却是 22还有28奈米呢 这个是比较相对成熟的制程 中间会不会差太多啦 更何况日本政府还要补助这么多的钱 的确22和28奈米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但是呢 它的通用性是非常的广泛的 因此在市场上的需求量还是相当高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个图表来看一下 其实30年前呢 是日本半导体的巅峰 全球前三大公司都是让日本企业给包办了 但是30年之后 整个风水轮流转大洗牌之后 前10名的这个企业里面呢 一家日本企业都找不到 日本企业呢 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因为很多的因素 经历了失落的30年 你现在想要在这个日本找40奈米以下的制程 很抱歉 没有 因为最先进就停在了40奈米 因此台积电的这个22奈米过去呢 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说 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技术 再来就是大环境 全球晶片荒 冲击日本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 另外日本也看到了 美国欧盟中国还有韩国都是倾国家之力砸大钱投资 因此他们也感受到非常大的这个竞争压力 更积极的向台积电招手 另外一方面 日本人可能也比较谨慎 他们会想 万一台湾遇到了地震缺水 甚至是两岸不稳定的因素停产了那该怎么办呢 那比较保险的做法当然还是在日本境内有一座工厂可以确保这个半导体的自给自足能力 那么对于台积电而言又是怎么样的考量呢 其实日本市场占台积电年终产能是不到5%的 前进日本的关键 着眼点就在于要打赢未来的半导体大战 怎么说呢 先前三星放话了 他说要在2025年超车台积电 抢先量产2奈米晶片 台积电呢虽然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他说我们自家的技术呢 在2025年2奈米制程维持领先的地位没有问题 非常的有自信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从3奈米2奈米 这个晶片变路精细化其实已经快要到一个极限了 但未来的战场在哪里呢 未来要比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日本企业上场表现的时候了 日本企业呢 其实在这个半导体的材料还有设备上呢 是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是全球的隐形冠军 台积电联手20多家的日本企业 包括东京威力科创还有信越化学 在逐波市呢 开发新的3D封装技术 就是希望透过3D的这个堆叠技术来突破目前2D的限制 来打造更好更节能的晶片 也就是说日本可以提供台积电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技术原料以及设备 台日联手为下一个世代的半导体大战提前布局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